王牌对王牌致敬影视经典 见证感动瞬间 王牌家族欢声笑语 凝聚欢乐情怀 历任队长和家族成员们 也是使劲浑身解数 为每一张王牌注入鲜活的力量 今晚首任王牌队长白板和 与好友萧央郭其林 携手挑战王牌家族 能否保住自己以往的不败战绩 我做队长的时候 一期都没输过 让我们欢迎第一关的关注 王牌对王牌的老朋友 蔡明 潘长江老师 就凭我现在这个颜值 我肯定选那个队 那我们就实力派对了呗 这题他们那种菜 让我一年不吃饭 一会儿我对花花这样做 你们不要杀了我好吗 我刚才在你们俩的 看到了CP版 你俩来唱了 我永远爱你到老 最好的朋友 最新的搭档 最感动的知心话 王牌对王牌 马上开始 谁在说我害怕 本期队长踢馆赛共有三关 每轮比赛获胜的队伍 将获得两个红包 失败的队伍获得一个红包 在最终的红包奖上 两队随机抽取所获对应数量的红包 红包内的数字合计多的队伍获得胜利 好 接下来呢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关 王牌经典游戏考验 口传新兽 今天分好几轮呢 每一轮的难度会逐级地来增加 最后赢的那一队呢 获得两个红包 输的那一队呢 是一个红包 首先第一轮我们玩的是拟生体 来 两队请派人出战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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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有请我们的王牌先生 给腾哥看 这个拟生该怎么拟 然后给观众们展示一下 这不好你这个 这真不好你 只有肩部以上部位可以动 肩部以上 对呀 那那第一个字我怎么 那看你的了 那我放肩部以上行 不行 不行 相信沈涛他有办法的 他肯定弄得乱七八糟的 好 第一题挑战开始 林杰 挺嗨了 什么 我 对 苍蝇 一万多只蚊子 蚊子 蚊子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什么 得给花花搞成多大的困扰 这个 头一个就这样了 太好了我演的就是鸡皮疙瘩 加油 应该应该 很好理解吧 啊 啊 啊 他 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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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这还不明白吗 这题他们的菜是我一年不吃饭 太无助了这个 太无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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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哈哈哈哈 这才喜欢 对 哎 一会我对花花这样做 你们不要杀了我好不好 哈哈哈哈 加油 你再来一遍行 你再来一遍 嗯 没了最后一棒 最后一棒 这个笑容有点意思 哈哈哈哈 他过瘾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我年纪也不小了 我真的是 哈哈哈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拖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ac 哈哈 çi stake 还没演呢 我还没演呢 你后面肯定是花花的粉丝 后面那人不让我演 我帮你怼着 我还没演呢 我没演呢 这样的 得罪了 咱俩在一个档里 事情是这样 小童给我演的是这样 下一个 我不会碰到你 这是一个怪阿姨 什么 就是 最后我也不知道是盯了一下 还是亲了一下 反正就是 看着花花迷茫的眼神 我就很放心知道提的打 来来来跑出来 不可以和其他队友 有眼神的交流 目视前方 交流也没用 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 花花行星 我在 我有点恍惚突然被一个 你看到了什么 我本来猜的是 那个蚊香石女人 哇 哇 啊 啊 很接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很接近了 我免费提供一个参考 四个字 行不行 四个字 谁也猜不出来 真的 蜂拥而上 接近 哈哈哈哈 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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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样啊 这四个字 第一个字最难演 我只能用我的头 哈哈哈哈 这个字能明白吗 跳 头球必进 小腿 那往下走 怎么这点难 第二个字 其实是 我给你可以提示一下了 好 刚才不来了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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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里哪有咔嚓的事啊 这样这样 第二个字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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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马 第三个字啊 歪 你这越直越远了 花花现在蒙了 这样头哥 我们就照花花最后一个答案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 封什么来着 封马 不香牛 哈哈 我的天哪 对对对 四个字 四个字 对对对 你看沈童的手 马封 哈哈哈哈 马蜂 第四个字是 沈腾你在干嘛 你就直接告诉就完了 太难了 真的我真的猜不出来 铜马蜂窝 所以这道题呢不能算对 第一转垮掉了 我记得腾哥对于这种 你声是很有把握的 应该 我当然会很多了 但是蜜蜂跟苍蝇蚊子很难细分 我们拍那个电影吗 我们经费有限 旁边没有真车 演员需要这个有外界 给他注一下性的话 都是我拿嘴办 口气啊 口气 我要是这演员我就不哑 那演员情绪一下就上了 对 血压都上来了 两队来 换一下位置 好 来 该你们上去捅马蜂窝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上的是百合队 因为百合队少一个人 所以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个 特别得力的助阵嘉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杨迪 大家好 欢迎杨迪 今天给百合来助阵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因为之前那个百合姐 最早录王牌的时候 我就来录过 所以算是间接的一个朋友 所以这次有信心 可以好好录一下 好了 现在百合队 其他成员呢已经就位了 杨迪也去到自己的位置上 好 这队准备就绪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队要面对的 你身体是什么 来 继续请上汪牌先生 我去 不比你们容易啊 好演太多了 就是 可以说几个字吗 几个字你也只能用脖子 以上部位比划 我不是 我说话吗 这个还用说话 潘哥 这么简单 这个再演不明白 潘哥 我 我没问题 我眼睛 你施加压力啊 我眼睛肯定对 关键他们几个人 关键我不知道情商咋样 好 你身体 潘郎世尊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啊 等一下 好 挑战 开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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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茫然了 茫然了 小羊你演的那种僵尸的感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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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看病啊 你的口花没了 没有 不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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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哇 就是这样子 就是 我看的就是这样子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垮了 哈哈哈哈 齐连齐连 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这是冷吗 跟冷热没有关系 是冷 你就告他是冷 你自己感受 自己感受 好 答题时间到 来 白鸽 咱们到前面来 植物大战僵尸 几个字吗 两个字 打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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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这不是在打抖吗 接近 他把后面 没完了 肖阳 你刚还 你刚还这个呢 你刚记住我这个了 你 一开始不是这样吗 然后 对 不能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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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了 我们不要脸 你们也跟我们学 你们刚刚都让 第一个人又演了一遍 还宽敞宽敞的 还学那个 马上他都要把 那个床案演出来了 干脆我卖个人 前面我告诉你们 枪死了 这俩字 你看庞老师演一个 我演的比较准确的 他们演演演到齐连的 就走样了 这 这 过头 游泳 不是 泡澡 这个不是 太冷了 然后跳到热水里面 温泉 枪死 真的是枪死了 东勇吗 对吗 竟然给蒙上了 说对了 说对了 说对 赢了 赢了 他们都很无奈 你是看我们这一队 好欺负是吗 那你们是真没见过 他的五十道 我说 你上去 你快 你跟他们闹 我上去干嘛 我这体力 你别 你这太跟个老头子呢 他们欺负我 太过分了 我做队长的时候 一期都没输过 但是你做队长的时候 就是腿骨折了 是 谁好意思让一个坐轮椅的人 踢踢身 好 来 不换一下位置 接下来这轮我们玩的是方言 只上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好不好 听队长的 好 这轮我们会请上两位观众朋友 加入到队伍当中来 希望是什么类型的朋友 管你呢 来 有请他们 希望是什么类型的朋友 管你呢 来 有请他们 欢迎 欢迎 我的妈呀 好乱的来了 来 请到我身边来 陈涛 我问一下这是哪儿的话重要吗 欢迎来到我们的Vivo王牌对王牌 今天两位好好表现好不好 方言题 有信心没有 好 这都没听懂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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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心没有 有信 我也十分有信 请到二位 来 来 请到各自的位置上 完了 完了 你们之间认输吧 关键还是马里公和国这哥们还第二怕 这还有必要戴耳机吗 意思意思 带上二级之后请王牌先生拿上这道题 这应该可以吧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给你听一下这个原因重现啊 米饭炒菜炖菜 前面菜 盖面饭 就在院里 让又一拐就是 就在院里 让又一拐就是 是东北话吗 这沈腾擅长啊 说啥都没用 是哪儿的方言重要吗 我说什么话 在他那儿不是方言 指不定他把音传对了呢 对不对 好 来 挑战 开始 来 哥们 来 米饭炒菜 炖菜 呛拌菜 盖冒饭 就在院里 又一拐就是 就在院里 又一拐就是 什么 Happy New Year 确实 哈哈哈哈 轻轻 摸鱼米 哦 福岚饭 米饭 米 米饭 米饭 好 炒菜 哦 真明白了 米饭炒菜 嘿嘿 米饭炒菜 好的 炖菜 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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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是桂 是炖 不是桂菜 是在这里 炖菜 啊 米饭 米饭 炖 饭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炖菜 哦 炖菜 米饭炒菜 炖菜 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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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米饭炒菜 你就就是银饭菜菜菜菜菜菜菜 对对对好 谢谢到 完了完了 菜老人吓一跳 米饭米饭 炖炖炖菜 为什么叫跪下 为什么 炖菜 ok 对 炖炖菜米饭 炖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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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 米饭 炖菜 炖菜 太像了 米饭 炖菜 打锅炖菜 别跪下 别跪下 跪下 别跪下 米饭 炖 炖菜 炖菜 米饭 炖菜 这就行了 OK 可以 自甘堕落 这有可能到我们组 就变成了一句话 你们想清楚 太简单了 这回这么简单 都不敢相信 而且没有口音发现了 对 方言全没了 这个怎么还要按方言说 这是方言题 米饭 炖菜 就这两个词 我问腾哥 腾哥就这两个词吗 一篇 一篇 三元两元 不要错过 不要录 别 别傻发挥 行吗 不要傻发挥 你就好好说 我想拯救一下 我们这个组 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 斗志 答案是什么呀 米饭 炖菜 怎么整 完了 爆肚 比如说 把辣椒油往锅里弄 完了就挺 挺 挺 烧心 挺冲鼻子的 那叫什么呢 辣文 呛 呛 呛锅菜 呛 呛菜 呛炒 呛翻 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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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不出来了 蒙不出来了 呛什么 你们说出来 说出来 不是 干我 呛饭菜 呛饭菜 有什么 什么叫呛饭菜 我也不知道 呛饭菜 你居然能在吃的这卡跟头 我真是没想到 最后判定 四个字 谢谢他们的参与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我们自己人不争气 接下来呢 咱们有请百合队上场 你们面对的是一道 方言体 请派三个人出战 谁啊 给他们找两个冰岛人 找一个冰岛的 找一个冰岛的 瘦吧 蒋姜老师 什么不省心的 潘哥 这么强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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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得想坐他 走 我跟谁 好 我跟谁 好 我们来欢迎加入这一组的两位朋友 欢迎二位 来 我先变醒 好 天啊大哥 很会造势啊 这是两个造势者 大家好 好 有信心吗今天 什么事 这个问题过好不好 好 两位请就位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请第一位杨迪 看一下王牌先生 拿上来的这个方言词 好好 我们来听一下 是哪里的方言 大年初一节目开的 好好地 哪个背词的王老子老口 甩瓜子口口口 自飞飞 好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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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题稳了 宋芬提 因为我就是四川人 大年初一节目开的 好好地 哪个背词的王老子老口 甩瓜子口口口 自飞飞 好烦哦 太简单了 直接来吧 太简单了 来 挑战开始 大年初一单好长啊 大年初一单好长啊 开门 大年初一单好长啊 开门 大年初一单好长啊 在 这 sú 来一 번 这个什么意思 services you care 完了 大年初一 再雜一遍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年初一节目看得好好地 大年初一 确实 确定吗 大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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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疯了 哈哈哈哈 完了完了完了 对啊 关键四川话也不好学啊 对 你给我哥哥我也不会 答念 答念粗意 答念粗意 好时间到 去吧答念粗意够了 答念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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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穿四个字 我不行了我 接到铁稳了 送分铁 洪老师 洪老师 他说 大年粗意 大眼粗 对 大年粗意 好玩 全玩 哈哈哈哈 大年大你追 对啊 大年粗意 大年粗意 对对对对 哇 大年粗意完了呢 还有吗 不可能就这一句吧 呃大年粗意 大年粗意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赢了 全对 也就试着试呗呗 好像方言啊 潘老师 方言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好像是四川方言 Oh my God 大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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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 Happy New Year初一 没有那些 这是四川啊 大年初一 四川方言 大年初一 好像是啊 Come on come on 大年 大 大点 快点大点初一 最后一个 大年 谢天 哈哈哈哈 啥呢 嗯 嗯 大年初一 啊 哈哈 I don't know 嗯 Christmas tree What Christmas No 大年初一 啊 我 打 大年初一 快点 好 好 时间到 是那我吗 有点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不许提示了啊 呃呃 白鸠 来来来来 大脸初一 大年吹 大年勾吧 大年吹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对对啊 接近了啊 最后答案告诉我吧 大年初一请开德胜 我编不出来了 is that right is that right 多一个字 比较多一个字 好了 好了 白板河 可以了 在最后的一秒 你们又赢了 我不跟你一个队了 想清楚啊 要不跟我一个队 你连个队都没有了 但这轮表现最棒的 肯定是我身边的这位兄弟 对不对 特别棒 特别棒 谢谢两位的参与 祝你们中国年快乐 祝国年快乐 谢谢 这样啊 因为前面两位 腾哥这边都输了 所以咱们呢就由 百合这边啊 出一道题给你们 额外给你们一个机会 看看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好不好 我们都输成这样了 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腾哥可以先上 他们出题 腾哥你在我前面啊 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 别太难呢 我们都已经输成什么样了 太简单了 你们要难 可就别怪我了 哼 你不好好演啊 哈哈 咱这样 嗯 您说 打出点 哇 这是方言 这好难啊 这加上最后一个字就很难引了 前面三个能猜出来的 不行 看一看 东北人 但是猜不出来这四个字 对 那齐琳你送去 挡住点 挡住点啊 不想这个 对对对 对 别太难了 献宝来了啊 谁出的题 这是我们群策群力 这是我都不懂啥意思吧 那就对了 是吧 给贾琳先看一下 我不看 还不看 记下吧 好 愣猜 愣猜 好 生猜 给观众看一下 给观众看一下 这看啊 真没懂 观众都不明白什么意思 潘老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 在我们东北 整个北方 我们小时候 包括现在偶尔走到大街上 每当下雪的时候 路面结冰的时候 都会这么玩 来一个柔弱的南方女子 带上声音的状态 挑战开始 小时候 冬天结冰了 这儿有一个坨 走着走着你就 什么玩啊 我重新再来四个字 是成语吗 不是 是一个东北的俗语 第一个字 路面结冰了 第二个字 路面结冰了 打滑出力 我作为一个男朋友 开始传递了 好 来 哎 花花我一杯剪了花花 哈哈哈哈 哎 发生在东北 然后 进了好多的 河里边都冻满了 硬硬的 然后 花冰 我不是花冰 哈哈哈哈 是东北话 呃第一个字是 拍拍 不是 打 对 可恶 打打 打 打滑 哎呀 东北话 哈哈哈哈 打 打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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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 四个字 四字 打 呲 好 时间到 打 不能看了花花 哎 这个碰上专家了啊 他指的 他指的 他都没话 四个字 打 第二个字 东北话 东北话 在在那个冰上面 出六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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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专家啊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可能 猜对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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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 四个字 你 四个字 最后了啊 完了就靠小童了 小童是北京人 是个东北话 第一个字 打 然后呢 后三个字 在冰上干嘛 东北人在冰上干啥 扑六 哎 哈哈哈哈 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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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字 哎 哎 哎 哇 哈哈 哇 小童 给最后的答案 哇 老家哪儿的呀 北京的 北京的 也没那么冷吧 冷啊 有 北京也结冰了 哦 答案是什么 答案 哈哈 四六 滑 哎 哈哈哈哈 这 万万没想到哎 我们后面全是东北人 哈哈 说白了 就看你们输得太惨 准备送你们一份 哎呀 真难呢 沈腾太厉害了 真难呢 这题呀 我都不知道 太难了这题 这这这里面一定有天才呀 这里面 哈哈哈哈 我就想问一下 天才前进轮怎么不发挥呢 哈哈哈哈 十而天才 十而成才 哈哈哈哈 哎呀 厉害厉害厉害 晚狂来于祭导 特别棒 厉晚狂来 我问一下这一题 比前面三 三题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给队长一些面子 厉晚狂晚 哈哈哈哈 厉轮过后 咱们这呢 也恭喜一下百合队 获得了两个红包 腾哥队 一个红包 咱们这边输了嘛 对不对 输了得接受惩罚 惩罚很简单 节目播出的时候啊 发一张自拍照 同时呢 恳求广大网友 帮你们批一下 挨个提要求 网友到时候 统统满足你们 把我批的长寿一点 长寿 哈哈哈哈 我又没有别的缺陷 哈哈哈哈 明远 批成你喜欢的样子就可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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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还会批呀 哎呦 太会说话了 我希望自己批成就是 与世无争的样子 哈哈 哈哈 那就是批中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小彤 小彤 小彤希望把腿劈得像我一样 哈哈哈哈 可以 结实一点 哈哈 把我劈得稳重一些 那不是就是彤哥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发发要劈成什么呢 我就劈的 超级英雄吧 哈哈哈哈 超级英雄 超级英雄 小男孩的梦想 是啊 好 劈成个黑猫警长 好 有请王牌女郎 沸沸 用全新升级的 Vivo X23手机 来记录一下 大家多姿多彩的这个造型 全息幻彩 超大广角 发现更多美 好 马上进入下一轮 反对王牌 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二关 音乐关的考验 高歌梦进 首先让我们有请出 这一关的关主 他的歌曲 唱遍大街小巷 快智人口 有请本关主陈飞扬 超大广角控权场 Vivo王牌对王牌 有请本关关主 傅迪生 好 音声来了 你叫我我家你 好 各位 大家好 来 傅老师这边起啊 您这个 记歌唱歌 能力怎么样啊 老歌会的比较多 但是呢 平时也刷是这个玩不那的 那个 你新歌也听过不少 所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那个 傅迪生老师 哎 你还说 你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你在那个节目里边 老师我错了 我错了 我模仿过您 什么就错了 无论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错了错了对不起 我恨死你了 过去的贾连 你明年也会采今年的贾连 我们来问问傅老师啊 选择哪队加入呢 因为有您啊 肯定是实力大胜 你们这边啊 加入我们吧 不是 你们这边这个年轻人有 他们厉害 我看这个 我就参加这边吧 他们这个强项可能不是 不是成功 不是成功 名字叫做高歌梦进 来 本关分为三轮 每轮将给出不同部分的 歌曲信息 根据歌曲信息抢达歌名 最先猜中歌名的队伍得分 累计猜中歌名队伍多 获得本轮胜利 好 紧张 千万别害怕 刚才我们上台的时候 三个人轮番过来跟花花说 一会靠你了 一会靠你了 第一位们相对简单 拼前奏 猜歌就可以了 好 腾鹤有没有信心 有 我们后猜到一秒 我们都能跑赢他 因为我们有小彤的腿 一步就上去了是吧 小彤一个屁肩 多两个人 没见过南极先锋 还没见过鹤吗 小彤 小彤 准备好 来 第一首 前奏 起 小彤我 快 快 我们先 我们先 你说 你说 不一定对 对 莎莉我 莎莉我 是谁 是谁把你送到我身边 送你来到我身边 花花 花花花花花 歌名是什么 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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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歌名 啊 啊 啊 看着傅老师的眼睛说 就刚才你唱的那句 就刚才你唱的那句 是谁来到我 是谁送你来到我 是谁送你来到我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这是歌词 嗯 这个不是歌名吗 哎呀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你看他错了吗 哎啊 哎那我知道啊 超幺 答案是 天竹少女 嗯 天竹少女啊 对不对 求之类这一集 走 走 走 是谁 送你来到我身边 那你刚刚 你刚刚说是天鹏少女 那是你 天鹏那是原始 花花抢得很快 但是光抢对了歌词 歌名卡住了 花花是身负重任 一会靠你了 好 下一题请听前奏 我拿着 小酒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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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宁夏 宁夏 小酒窝 对了 小酒窝 花花是身负重任 靠你了 太厉害了 七连行 我刚才在你们俩那看到了CP感 你俩来唱了 什么惹你霸道的 来吧 合作一下 没错 我以为你答错了 没错 你热了 这酒窑 放慢了酒窑 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 心有灵犀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最后一句不用唱了 最后一句不用唱了 再唱一句 我永远爱你到老 好 好听 好 下一首期听前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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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弯回来了 江南 奇怪 回答错 不是江南 擦海一声笑 回答错 啊 啊 一千年以后 笑到江湖 回答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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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起来姐不陪你了 快点不玩了姐 算了 你再放一会放一会 接着听 接着听 哎呀 张艺谋的哪一个 啊 是不是啊 谁埋伏 什么玩意儿来着 是是是 哎 哎那么熟呢 那么熟呢 这什么歌啊 哦 辛苦 花花答案是 就是那个 就是你心里想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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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别激 千年 千年 千年等 哎不对 你看不对 新贵杯醉酒 郭麒麟回答正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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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乖孩子老也不喝酒 是猜不出来这种歌 好来继续啊 请听前奏 哎 上天再见五百年 对对对 是的啊 是上天 不对不对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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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错了吗 同纲的那个叫那个 精通宝国 对 洗刷刷 洗刷刷 洗刷刷对了吧 回答就去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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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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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值得炫耀 那谁家孩子这么零 你说是大了 太牛了 太牛了 啊 厉害厉害厉害 哎这个和那个 向天再界五百年 前奏非常非常像 有点像 嗯 好来继续啊 请 听题 来 走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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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啊 啊 啊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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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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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呢 这首歌呢 确实也是看不出了年代感 我们 我们也确实猜不到了啦 哈哈哈哈 什么都 以你 却看清我自己 虽然我 爱你 哈哈哈哈哈哈 好来下一题 请听前奏 哎大爷 哈哈哈哈 哎大爷 哎大爷 哈哈哈哈 哎大爷 哈哈哈哈 潘老师去洗手间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黄死我了 说吧说吧说吧 什么呀 说吧 我干嘛了我就说 我终于你全让潘哥带走了 潘老师是去洗手间 你抢他埋了 我刚才我怕潘老师 不要 咱俩谁跑得快吧 你跑得快 我跑得快 你都快到家了 我跑得快 放的什么 都没听见 我确实没听见 冰语 冰 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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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老师 回答正确 哎 我没说错呀 我刚说了半天冰语 人说了半天冰语了 你们干嘛呢 那你没有对着这个麦克风说呀 你们你们重复假铃的话干嘛呀 你上来干什么来了你 来下一题请听前奏 述演奏 套上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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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我说完了 我 这确实蔡淼之提醒了我 确实 我跑不过他 太鸡贼了这题 太鸡贼了 哎 谢谢 这是套路 对 我还不知道什么呢 蔡淼之套 套上一锥套上一锥 蔡老师 咱们能不能不边跑边说答案 套上一锥 套上一锥 我好不容易知道这个 你看给我搁气的 跟关公司的 第一环节 咱们这边获胜了 下一个轮呢 难度要升级了 下一轮我们玩的是 混合猜歌 这轮我们将会给出三首歌 副歌部分 混合的音频 根据听到内容 最先猜中 三首歌的队伍获胜 一首都听不明白呢 考你的世上恋儿了 三首都要猜中的 对 都要猜中 我们这边一个问题都没有 那边简直了 你们那儿有花花啊 还有什么问题 花花是身负重任 一会儿靠你了 一会儿靠你了 请听听 谁来 小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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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好意思上去说的 其他两首不知道 一共三首呢 放了 他们刚刚就放了一首 三首 还有你这耳朵 你刚刚说的什么 小苹果 还有吗 没有了就下去好吗 没有了就下去 刚才只放了小苹果 对 下去 那你说 我不说 你说 那你为什么跟我下来 那你真有人说 来 再放一遍 小苹果和那个 《留下来》那个歌叫 《最炫民族风》 还有《套马的汉子》 《套马杆》 对 三首歌 对不对呢 回答就去 你干过吗 真的假的 三首歌 全对 全对了 他耳朵太好了 全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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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问一下 肖肖怎么就能听出来 只放了小苹果 对 我以为是杂音放混 杂音 这种题啊 我觉得我们都不用抢 我们就量他们 真是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谁家孩子这么争气 这简直就是 KTV不同的包房 那声音回一块去了 继续啊 来 下一题还是三首歌混在一起的 江南还有平凡之路 对 对不对呢 花花回答正确 我们正确了 对了 中国好耳朵 太难了 花花 站这儿 站这儿 让他们看看 不是 侧面对他们 让他们好好看看耳朵 你看这耳朵 你有一种 看看这结构 卖熟食的感觉 你咱们有一种 羡慕不 混合猜歌名还有一题 请听音乐 主打歌 主打歌一个 主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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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不灵吗 上天 我就这样 不想这会儿躲了 等会儿我怎么感觉还有一段相声在里面 还有一段相声 猜出一首也能先说 那我先说一声 好 来 爱情三十六季 是吗 爱情三十六季 再放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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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然 再来 想没想起来 再放一遍 再放一遍 你得上那儿听去 那你上了干啥了 上那儿听去 看一下 朋友 这玩意 很喜欢 这银子 我听是一遍 这杯 我都要相信你 你看看 就是啥 是啥 啥 爱的主打歌吗 一个爱的主打歌 一个爱情三十六季 还有一个 他说小幸运 好像是什么 小幸运 你说一下小星月 他喷喷你 我不是一个好姐姐 来 你乖 没事 姐对不起 看我72遍 对吧 没喷我吧 对 还有呢 那就这三个说完了 说 重说一遍 来 三首 这个 爱情三十六记 爱的主打歌 爱情三十六记 看我72 哇嘿 漂亮 漂亮 小偷好烦 这俩我们都说过了 小偷好烦 耶 耶 幸福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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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就切 等会儿 等会儿 来 来 别 来 我就不管了 我俩抽出来 我唱一点 幸福快车 怎么唱 我唱点 我唱点 幸福快车 你听出里边的哪一句了 来 你看他们俩在这主持个节目 好有意思吗 你看 我俩就不要脸了 你说说吧 不是 我唱一遍 百合告诉我的 快车 好像 幸福快车 你放一下呀 放一下 萧阳就会唱了呀 单独放一下 幸福快车 行可以 来 单独放 看看 你看 大家都会啊 就旋律 glitter 一说都会了 把你们能的 这轮 获胜的是这边 两轮到后 双方比分是1比1打平 比赛还有一轮 还有一轮我觉得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呢 挑战的是把歌曲倒着放 那倒着放完全是另外一首 我知道这个特别难 这个非常难 因为你根本听不出来的东西 非常难这个 那这个不可能 对我来讲只要不是正着放 都可以的 就输了这都不算科尘 那我们是不是引个斗着听啊 行了 小心导演组的设备 你看节目组的设备 可以了 来来来 倒放猜歌啊 来 请听题 嗯 烫手啊 那个吉祥三宝 哇哇哇哇哇哇 你是要猜这个吗 是我猜对 我想等他说完我再说 你以为他猜不猜错 我刚听到了那个内蒙古的 那个那个满头琴的那个音色 然后听到 唱法也是 好 哦花花太厉害了 吃喝都行啊 太厉害了 也是 贵胎 贵胎贵胎 一盘有实力的人都说运气好啊 来听下一题 来 这个这个是应该是那个热狗 哈狗帮的 嗯 五环啊 五环之歌 哈狗帮的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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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幽默了 哈狗帮的五环是对的 对了 哇 哇 你怎么 太神了 哇 哇 太厉害了 哈狗帮还有五环呢 你不是 回事 哈狗帮的五环呢 哈狗帮也唱五环呢 有 有 有 他有的 啊 哈 我就想问一下肖阳和傅迪真老师 啊 同样作为歌手 什么感受 那有些歌手的歌我们是不听的 哈 哈 我们这边来 我们这边来个音乐大咖 结果倒是个废仔 哈 哈 不是啊你说这谁想起来的这个主意 听这是费劲劲的是吗 就是听这费劲劲的 哈 我先问一下郭希林啊 对于五环之歌 最了解的人应该是你啊 是一波我就有点恶心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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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手花花的地上投擦 今天花花再次改变了 技工的主题曲 《鞋而破冒而破》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会有怎样全新的呈现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鞋而破 猫而破 身上的袈裟破 你笑我 他笑我 一把身而破 走啊 乐啊 哪儿有不平 哪儿有我 走啊 乐啊 就肉穿肠锅 能无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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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 奉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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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向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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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那样 哪儿又不平 哪儿又梦 走往了 秋若穿长 过 谢谢 谢谢花花的精彩表演 今天是一场欢乐的朋友聚会 接下来在我们台刚刚热播完的电视剧 《天衣无缝》中的两位主演也将一同加入 让我们欢迎秦俊杰 徐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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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秦宇杰 王牌关注沈飞扬超大广角控拳场 Vivo王牌对王牌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本关关注韩寒 有请 欢迎韩寒 韩寒大年初一的时候上了一部特别精彩的电影 叫做《飞驰人生》 大家都看了 对不对 能不能在这评价一下腾哥在戏中的这个表现 那还用说 当面也不好说 那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子帮沈腾老师重拾了一个自信 就他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剧照 还有画面里面再配上那个风景 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帅 我以为是考家校的自信 特别良好的信心啊 在我们剧组大概维持了得有两个多月 就做我感觉一直都特别好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要坐上车去演那个车手那个角色的时候 他发现头盔戴不进去 那后来腾哥是怎么开的车呢 戴着那个奶奶制的棉帽子 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半窥 就只要罩住这个上半截脸的那个就行了 就像开摩托一样是吧 对对对 下边的脸就风里吹着就行了 请问韩导你今天选择哪一队加入呢 那自然是我们的飞驰人生队 好 请归到队伍当中 我已经归队了 但是可以 既然飞驰人生组合今天重聚 下面呢我们也将邀请在场的各位 一同来体验不一样的飞驰的感觉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晚的第三关 勇气观的考验 一飞冲天 一飞冲天规则 每队各自派人参与答题 答题队员后面做一名本队队员接受惩罚 前排队员需在指定时间内 说出图片里的人物或者事物名称 答错者的队友将接受一飞冲天的惩罚 累计受罚次数最多的队伍失败 别 别 别 快 快 别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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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面的有什么想对前面的人说的吗 我信任你 沈谭老师 你要答错了 下次我给你写个武侠篇 天天飞 哈哈哈哈 徐洛 潘老师 我看你现在长大的 你能好好对对我呗 关键她的除了体离我都很远呢 可以抢答吗 啊 你们不能帮忙啊 哦 不能帮忙啊 哦 不能帮忙啊 花花 蔡老师 随便地玩 只要你开心就好啦 哦 哦 你看 这也多好 你看看我们花花 小童 好 林杰 我爱你 我信你啊 林杰 林杰 我会像对待我自己一样对待你 哈哈哈哈 白哥 随意 所有跟我合作过的吴之族都知道我最爱吊威亚 那好 那我就随意了 我发不出我真实的水平了 哈哈哈哈 这是谁 哦 那个谁功夫熊猫 她那个老师叫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非常大片了 五 四 三 名字 不是吗 二 是翻那个哪个东西 一 回答错误 飞 我的妈呀 哇 韩安上去了 我以为我不恐高 其实我没有 谢谢韩导 这平时啊 只见你拍戏调别人 今天自己感受一下啊 我一听你说功夫熊猫 我就 绝望了 是什么呢 叫这个 这个角色叫闪电 闪电 说话不可别话 说话慢悠悠那个 对 叫闪电 好 接下来到潘老师了 潘老师 请看图片 我跟你说 表辐 淋 淋 态老师 你不得好不认 让他答应 我 acquires 你不得好不认 认为我 你不得好不认 怎么看出来的 我记得七八年前 他跟我看过这张照片 我拍《心灵救护》 我哪儿长得像苗斧 这个不是有点正儿吗 这个有点正儿 这一百天的能像 说上谁都行吧 这属于蒙队 对 这徐璐开心的呀 合过一劫 谢谢潘老师 接下来明杰 请准备好 这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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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肖阳吧 是肖阳吗 是肖阳吗 回答 错误 哎呀呀 又上去了 哇 那这谁呀 Rookie 红啊 这个 这谁 这不是肖阳吗 Rookie IG的Rookie 打游戏的拿冠军了 我又不打游戏 我只玩连连看 咱不聊了先吧 好好放下 不然咱们也 他还在上面 我还在上面 来来来来 那真的长得好像啊 像啊 对就是他得冠军 我 我上热搜 接下来到贾林了啊 来 请看图 王远 3 2 王远 1 王远 正确答案是哪个 王远 回答 正确 王远 你明天要给比心 哎呀 这合作的一种记忆 是不一样啊 哎呀 这能看出来是王远 我觉得这里摆摆盒 是最淡定的 她是特别期待的打错 我争取这次不让你飞 最后一题 肖阳请看图 什么 这是谁啊 3 这是谁啊 2 1 是腾哥吗 答案是 贾林 我 回答 错误 飞 所有跟我合作过的五指组 都知道我最爱吊威亚 威亚 哇 哇 哎呀 哎呀 哇 哇 把白白河给帅的 太好玩了 哇 好厉害啊 有日子没吊威亚了 特别爽 白白河平时拍文戏 都让人家吊威亚 不吊不记词啊 哇 第一次吊威亚 吊的就比这个高 人生中第一次拍 第一个吊威亚的精通 第一次吊威亚 他哭没哭 没哭 但是也吓到了 傻的 早晨起来六点钟的时候 大概吊在那个得有七八层 九十层楼 所以 这是谁啊 廖昌永老师 不是 为什么廖昌永老师 不是 为什么廖昌永老师 我开始看廖昌永老师 在台上就穿着西装 在那唱唱唱唱唱的挺好 忽然之间一不一脱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就扑通到那个水池里 游了二十米 真的 然后爬上来继续唱 我们一起拥抱 一轮答题过后 接下来我会随机点名答题 潘老师 请看图三秒 三 二 我知道 那个谁 那个黎峰 回答错 我对不起你 太糟了 这样 这挺高 我的 我都不感动了 哎呀 吴亦凡 那不是 那不是 张一星 张一星还有呢 接近了 他就知道这几个 剩下他不知道了 你先让孩子下来吧 这孩子 跟您的搭档一个姓 蔡 蔡文基 蔡文基 一起告诉潘老师 这是谁 蔡徐坤 这都不知道吗 这是我们VIVO X23 幻彩版代言人蔡徐坤 下一节 明杰请看图 好 三 二 一答案是 公腾 公腾 公其俊 不是公其俊 新衣 对 那谁长大了以后的样子 公腾新衣 回答正确 他小时候叫他小时候叫 他小时候叫 小时候叫柯南 柯南长大了以后的样子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你居然知道公腾新衣 吃一大我还看动画片 太厉害了 下一题 贾琳请看图 哇 哇 火龙骨 发跃炸 毛毛骨 龙龙骨 是什么东西 绿绿骨 毛毛骨尖骨 火龙骨 是什么东西 回答错误 小偷 小偷 对不起 小偷 小偷 对不起 好累 好累 我的助导 太可爱了 别把我下 太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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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的小偷 小偷 对不起你 我过来接住你 快让小偷下来 扶着点 扶着点 小偷飞起来 就看见飞起来 两条腿 姐姐对不住你 不是 我以为没那么高 这个东西呢 叫刺脚瓜 也叫火星果 火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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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下一题 彤哥请看图 五 三 二 一 答案是 我再给你三秒 三 二 一答案是 没你给他三年都没用 请回答 欧阳娜娜 回答错误 飞 飞 飞 我已经很熟练了 韩导我们能不能用全新升级的Vivo X23手机 记录一下这个瞬间 心很赖 全新幻彩超大广角 发现更多美 这是谁 在张博之小时候 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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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啥的 唱歌的 某个组合 什么火箭少女里边的 好 这轮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宣布一下本轮 获胜的是百合队获得两个红包 腾哥队一个红包 各位今天所有的这个欢乐和比拼呢已经到一段路了最终的成绩啊咱们这边啊四个红包 嗯 好好好 哇哦 咱们这个百合队获得了五个红包 啊 概率更高 也就一般嘛 哈哈哈哈 红包对应的数字现在不知道全看各位的手气了 咱们少的先抽吧好不好 好 来 一人拿一个 先选一个啊 一会儿一会儿再开啊 这个 好 这边选了四个红包 咱们这边选了五个红包 这有正的东西 我就看着它了 各自选择完毕 好 这边多啊 咱们先开一个 你是最大的赢还是加一起 加起 加一起 那你们都赶紧加 这最少的就是零是吧 你手长那么臭 我要再抽 好棒啊 肖阳 因为这么多里边只有三张零 先看我们的 我们的一起先抽出来了 一二三 来 这怎么快 他们的红包少 直接先晾了个底盘 快点开 加一块 来 三十 我俩 三个三十 看我的啊 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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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百 绝对一百 绝对一百 哦 哦 一百 哦 一百 看得漂亮 恭喜百合队获得今天的最终胜利 很高兴今天这么多王牌的好友齐聚一堂 在这儿呢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所以真的特别希望所有人有时间啊 可以尝回家看看 接下来呢我们略备剪餐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畅聊来开怀 共同进入王牌家宴 王牌对王牌 好了各位呢都已经入座了啊 大家都是我们Vivo王牌对王牌的老朋友了 跟家里人一样 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惊喜 特别温馨的一份礼物 饿了没有 饿了 饿了 上菜 好嘞 谢谢 还热的呢 还热的呢 甲牛筷子都打起来了 这从你开始吧 啊 让大家看看是个什么菜 哇 土豆烧鸡块 我这是家常凉菜 我这是可乐鸡翅 番茄炒蛋 人生就像番茄炒蛋 你不趁热吃就凉了 排骨米线嘛 烧麦 年豆包 我的是红烧肉 哎这个很正宗啊 这是溜肉片 哎呦我这个 辣子鸡丁 豆干炒腊肉 炸酱面 花花啊 嗯 花花啊 只剩半盆了 我的已经没了 你菜呢 滕哥端走了 土豆鸡块要不要 怎么回事啊 随着菜被端走呢 发现盘子里啊 还有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什么 惊喜VCR 请看大屏 各位 咱们边吃边看看 贾鸣的惊喜VCR 来 大家好 我是简直的父亲 嘉文田 你们看看我这个七十岁 帅老头 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道好菜 土豆酸鸡块 又好重又好看又好吃 小时候简直最喜欢吃这道菜 那个时候他还挺瘦 也挺好看也挺好玩 随时现在一下长大了就长胖了 他说我工作忙爸爸我剪不下了 我说你不行你必须得剪 太胖了对身体不好 你只要你身体好 就是爸爸的幸福 我爸我爸 我特别爱吃鸡 鸡的杀手 平均的话应该是一天是一只鸡 哎呀鸡怎么还 我爸你看着难受 就是怎么做都喜欢吃 对 然后小时候就是 家里做一只鸡烧土豆 然后我姐姐和我爸爸妈妈吃土豆 我吃鸡 都留给你啊 都留给我 我母亲很拿手这道菜 我母亲过世以后 每次在过年的时候 总跟我爸发脾气 就是因为我让我爸做那个土豆烧鸡块 我爸总做不好 我爸总做的那个鸡翅里啊 有血丝 有一次呢就是过年 我给他接到北京 就让他做这道菜又没做好 我就一直哭 一直哭 结果第二年 我爸可能也是技术贤熟了 然后等年夜饭的时候 给我做出来做得特别好吃 谢谢 谢谢爸爸 这聊聊百合的红烧肉吧 这个单独吃有点横 没给我配一碗米饭什么的 三条肉 我儿子比较爱吃 当然现在做的机会也比较少 也太忙了 但有些时候他会控诉我 说他很久没有吃过我做的饭了 信封里什么呀 田子格 田子格肯定是我儿子吧 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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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太动了 亲爱的妈妈 祝您新年快乐 希望您健健康康的 不用再减肥了 哈哈哈 天天都能吃到肉 快乐的生活 开心的工作 不要太辛苦 每天都能有一个好心情 最爱你的圆宝 哇 这个祝福好实在啊 真的 一点不花哨 因为他很像我 他也就是 每顿饭看不见肉 他就抓心挠杆的 所以呢 我妈就老说他 说你简直跟你妈一模一样 有一天我们就在家吃饭 圆宝突然说 妈妈 我说怎么了 然后就指着一碗 那个切好的香肠 他说你看这个 你看 圆宝看 我说这肉怎么了 他说你看 使劲看 我就使劲看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在观察你啊 我说怎么了 他说因为婆婆说了 你看到肉 两只眼睛就会放光 所以我前段时间 减肥减得特别凶的时候 我妈就每天吃饭 就会控制我 我说你别吃了 你别吃了 然后圆宝就会在旁边说 你吃 你不要说我妈妈 我妈妈一点都不胖 还是觉得你减肥太辛苦心疼 对 小童那碗是炸酱面 排饭还挺好吃的 挺好吃 也半碗下去了 我这个是照片了 五岁的时候 跟我爷爷的一张合影 我爷爷是唱琴书的嘛 有话好好说 那个电影 他给张艺某当年写了一段这个琴书 我从小在北京那个 对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没招过谁 没招过谁 没惹过谁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没招过谁 没惹过谁 总想要点儿强 那个是爷爷写的 我爷爷写的 我爷爷写的 唱的 对 当时我那会儿特别小的时候 然后我爷爷就是 每周六 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北京琴书嘛 就给徒弟们上课 中午就会管一顿饭 就是炸酱面 哦 爷爷已经就是去世了 当时我爷爷给我影响 特别大的一件事 就是专心做事这一点 因为我说他们外面 偶尔会打打麻将 我爷爷在屋里 依然能在那个嘈杂的环境下 继续创作 嗯 接下来 麒麟 辣子鸡丁 小时候都是奶奶给我做 然后呢 奶奶的这个这个 培养孩子的方法呢 就是你只要爱吃啊 打筋起以后 每一天都是这个菜 对 老人一起 对 老人就这样 然后后来说相声 每周一休息 回到奶奶家 还是这道菜 一直吃 但是到后来呢 说在奶奶身体 也是越来越差了 就没有这个机会做这个 但是呢 奶奶把这个手机呢 传给了爷爷 平辈传 本来以为自己逃过来一劫 对啊 然后爷爷做 这是我跟我奶奶的照片 哦 这是2005年 对 哇 你看那个时候我小时候 还警察我爸了啊 像像像 确实是 因为现在也 能陪老人的机会 越来越少了 再加上确实 孩子呢我不知道 是不是都有这种心理 有的时候就是 哎呀特别想回去看看 可是回到家去吧 可是又想又 你说真回到家了 也不知道说什么 也不知道干什么 但一走又想 人总是这么纠结 总是这么反复 录完这期就打电话吧 人有事 真这样 就是时间长不打电话呀 再想打电话 都不好意思了 对 对 没错 男孩可能会这样吗 那当然我就不是 我可不要脸了 各种好听的话 全都往外吐露 我经常把我爸亲脸红的 嗨 他还害羞呢 接下来聊聊俊杰的 你那儿有信封吗 看大屏幕 好 来看看 臭小弟 从小我就看着你 穿着开头裤长大的 我记得小时候 真的很开心 你每次都像一个小椅一般 一样的跟在我身后 我带你到处吃到处玩 特别调皮 不过我知道 在你小调皮的外表下呢 你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特别特别贴心的男孩 从小你就很温暖 小的时候呢 其实你经常会跟我聊些 你自己的想法和心事 可能是因为长大了 反而聊的少了 其实不论什么时候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 工作上的委屈也好 生活上的委屈也好 姐姐呢 还是希望你能够像小时候一样 抽空多跟我谈谈心 拍拍压 不要什么事情 都自己一个人扛 你每次都会假装说 无所谓 无所谓 没事 没事 但是我知道 你内心里的痛苦 希望你还是要跟我及时分享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恍惚 你怎么一下就长大了 时间过得还真是挺快的 反正姐姐呢 就希望你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能够开开心心的 现在大了 我觉得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 没有能像小时候一样 那么经常陪着你 这个 姐姐真的要在这里 图个节目 说不下去了 你们太讨厌了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找我家人来录这些东西 你的这碗粉是姐姐会经常给你做的这个粉吗 对 我在拍《天衣无缝》的时候 就是吃着也吃胖的 每天能做两三份吧 反正 她天天嘴上就说着说 你快点减肥啊 你脸上都是肉都快炸了 完了还每天端着这个到现场结果 真的是有一种当妈妈的那种感觉 她比我大十岁 所以她就是半个妈 从小就带了 有一半她带了嘛 我大学毕业以后 尤其这几年工作忙了 也基本上很少很少就是 俩人待一块 很少很少了 所以她 她就 有的时候一聊吧 她就总觉得好像自己没小时候那样对我好 可烦人 冲你做我特别讨厌 我看不得这个 亲情这种东西我跟你说 永远逾越不了 我一看就特别容易激动 到我这了 是什么呀 我别酿了吧 我爸 稍微来 一小段 我不行 我跟你说我现在喝多了 还抱着我爸哭呢 因为前两天 在弄那个春晚嘛 春晚的时候 我春晚的时候她正好去住院 完了做那个手术 就错开了 在那种状况下 怎么才能两头顾呢 我没有两头顾 我只顾了春晚这一头 也没办法好像两头都顾着 她做小手术我还在这儿 编包袱 那也挺 就是那个也挺痛苦的一过程 我姐陪着她 好在我也还有一个姐姐 所以说刚才她一见姐姐的时候 就我也有点感动 是特别爱这个餐饭的 都没停过 对 我觉得还蛮巧的 因为我之前我家里人问我 就是说过年回不回来啊 那如果回来的话 你要吃什么嘛 或者说腊肉 这个 这个是我父亲写的信 陈宇 当你听到或是看到这封信时 没想到我们父子俩 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说心里话 你从小就很坚强 也很懂事 我是看在眼里 洗在心上 但又从来没有表扬过你 说心里话 哪有父亲不想表扬自己的孩子 但又只能强忍着父爱 严厉于你 使你吃了不少的苦 我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锻炼你的意志 将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从容面对 我们永远爱你 最后老爸老妈祝你天天开心 取得更好成绩 我们共勉吧 这特别像是父亲和儿子这些一种沟通方式 我跟他其实话不多的 基本上 眼神就懂了吧 对 平时就还好 会经常打电话过去问候他 因为我爸前段时间脑梗 差一点点就出问题了 因为他很爱喝酒 所以我现在会隔几天打电话过去问他 现在还有没有在喝酒抽烟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他每天起得很早 去锻炼身体 然后我也会比较放心 这样 对 我就希望他身体越来越好 健康就好了 还有一个小惊喜要给你 还有吗 看看大屏幕 哥哥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很辛苦 但是你再忙也得回家看看 我和爸爸和妈妈 都在家里等着你吃团年饭 很可爱 就是妹妹 她很可爱 她会缠着你玩吗 小时候会 长大了 她就基本上每次我回去都是 教她做作业吧 她会欺负你吗 不会 但她总是会想找我要零花钱 对 我刚才听大家说的这些话 好多人让我很羡慕 就比如说这个 腾哥跟他爸老是搂着亲 当面表达爱都特别的顺畅 我爸是个警察 小时候他不留神就给我流露出 就是他职业的面孔 以至于就是 我爸有时候要单独带我出去车 等他来河边溜达溜达去 我就一种恐惧感 我觉得他们这代人也没学会 怎么跟孩子相处 对对对 就是他可能他最好的方式 就给你炒个菜 其他的就是都在摸索 我觉得至今我跟我爸都在摸索 怎么相处 他越老一点的时候 反倒我们俩好像越来越有了沟通了 因为我也长大了 总之我是觉得 就是那种坦诚的表达爱 直接的表达爱 我觉得真是一件 如果你具备这个能力的话 真是一个上天给你的恩赐 我觉得真的要去感恩有这个东西 以后我也会舔着个脸 跟我爸去正面地表达爱 爱爸 那个爱你啊 时光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别了 我愿望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吃完大餐啊 别忘了来评优异飞 常活动 常年轻 让我们用最新的朋友 Vivo X23 记录这样一个场景 全息幻彩 超大广角 发现更多美 欢迎斗好家族队 全是队 只是一场野火散落的尘 我闭嘴 我闭嘴 今天最终的这个验证啊 本机长见到 尾幕有史以来风险系数最高 安全最难以保证的一次验证 走出乡村 到你身边 关注往来朋友们的客人类伯节目 发生成事 一张解锁 不动错过 欢迎登陆兰天下官 黄庄 最佳你不去翻了天 人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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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啊 齐骨头跟鲜小六啊 只会我的话 在旁里头 看见您的那首主题曲 《侠客行》的歌词 瞬 突然之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泪如雨下的 根本指不住 白感较急的 这一招一拾 一拳一腿 都是要靠自己磨练出来的 天下无垠的王牌之争 才刚刚才 《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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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客行》